什么是2019冠状病毒病 它是由从未见过的冠状病毒家族成员引起的 像其他冠状病毒一样 它已经从动物转移到人类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这是一场全球大流行 那么有什么症状和体征呢 根据WHO的说法 2019冠状病毒病 2019冠状病毒病最常见的症状是 发烧、疲倦和肝咳 一些患者还可能有流鼻涕、喉咙痛、鼻塞、疼痛和腹泻 有些人报告说失去了味觉和或嗅觉 患2019冠状病毒病的人中 约80%感染人群有轻微症状 它的严重程度大约和普通感冒一样 无需任何特殊治疗即可康复 世卫组织说 大约六分之一的人患了重病 老年人和其他疾病的人如高血压、 心脏病或糖尿病或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群 患2019冠状病毒病的大病风险更大 好消息 好消息 感谢观看